你看看师父开心了 师父放松的时候跟你们聊聊一下家里 我都希望以后能够在天上跟你们这么聊聊 肚子也不会饿 师父说了 什么地方开灵山法会了 来大家一起去吧 大家每个人拉一朵云在脚下 啪全飘过去了 对不对啊 师父爱你们啊 你们啊好好地修啊 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 我告诉你们心灵法门是一个正法呀 心灵法门很快的就会越来越好了 很快的就会为国家做很多的贡献啦 很多事情不能讲的 讲了会有漏的 好好地跟着你们的师父 记住你们师父是爱国爱民的 你们的师父是非常非常好的 能够非常非常慈悲 你们看我 我其实心里经常在哭的 舍不得你们啊 我有时候看到你们这些孩子 没有办法 一个眼神 你们都可以看出师父的心 真的很舍不得你们 而且看看你们一个个都在修行念经 师父更发喜充满 但是大家想一想 师父受了一万几千个人 但是只有三百个人 莲花大炉车轮 算一算这个比例多少啊 只有百分之五啊 所以还有一万多人啊 一万几千人可能不一定上得了 脱离得了六道轮回啊 师父一直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我常跟你们讲 就是常希望你们能够发喜 常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修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人生时间了 因为当我们再一次投胎 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 谁都不知道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事修成啊 人间的东西不要再去贪了 师父告诉你们 师父是不会再来了 我就是这辈子救你们啊 我是不会再来了 我有我自己的家啊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要看我 能够好好地修 跟师父永远在天上在一起啊